歡迎大家來到拜託ATM 大家好 我是蔚藍銀行行長吳瓜 我是香里Sandra 我是蔚藍銀行你們金庫 現金很多 各位用智慧來提你們 你們講學金 好 今天的主題是 歡迎五位 歡迎你們 我們這一週有精采的高中生賽事 分別為哪四項呢 中國辯論競賽 所以我們頂尖高中的對決四級之後 會進入最後的總學賽 今天的五位精英會選出一位代表 同時可以現場拿獎金 在總決賽如果獲勝 另外再加十萬獎學金 十萬塊真的很多耶 十萬也要通過考試 如果沒過也是沒有啦 他們看起來很冷靜 十萬對你們來講是很小是不是 有十萬不是一些很開心的事嗎 是…好 那我們首先歡迎第一位陳映辰 你好 大家好 好可愛 妳曬那麼黑是運動健將嗎 還是 對 沒有啦 不是 就只是皮膚比較黑 從屏東來的 屏東啊 從屏東來的 家裡有種黑珍珠 還是種鳳梨種什麼 沒有 就只是太陽比較大 不太需要防曬 對 再來這樣健康可愛 她滿建議人家說她黑 不會 因為現在很流行 不知道現在流行見美 現在白白的我們不新那一套了 那妳在全國語文競賽是 演說組 特有 對 演說 演說的項目是什麼 題目是美食與我 美食與我 也就是臉部啊 還是黑珍珠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以後可以挑戰看看這種主題 主題 妳講的內容大概是什麼樣的美食 多愛吃啊 然後吃到子宮筋這樣嗎 也是可能 也是這樣 只是我講的內容是跟 就是心情有關 然後還有跟現在影視產業 做結合的內容 這是妳自己寫的腳本 就是我們是上台前三十分鐘 抽題 那抽完題之後我們就直接上台 急性翻揮 對 急性翻揮 沒有任何講告的 現在是不是沒有那種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還是也有 不是走這個路線的 OK 那將來 妳將來目標是想做什麼 將來 我現在已經考上法律系 變才無礙了 一定考上了 法官聽他講一定是 像演說一樣 有 各位法官 各位書記官 各位檢察官 各位檢察官 我家是種黑珍珠的不行 又來 OK 來 接下來介紹林祈鈺妳好 祈鈺妳好 高雄中山大學附中 就是您的主要項目是 我也是比國語演說的 妳聲音很低 妳看不出來 我聲音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這在演說當中 給我非常大的優勢 真的 因為我跟其他人都不一樣 對 妳一開口就有那個 會有吸引力的 聲音的辨識 對 很沒有魅力 妳主講的題目是 我那天講的題目是 在錯誤當中學習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就是走這個路線的 沒錯 我就是走這個路線的 也是 還有這種路線的 不是 人家一定是小學 開始比賽了 對 但是我國小小三 那時候比的是 國語自信自信 然後到國中之後 比的是國語演說 一路比到高中 那在拿完全國特優之後 我現在轉直 轉到閩南語去了 閩南語好難喔 從頭到尾要大家講閩南語 對 都要講的題目 妳以後會去那個 第一題主持節目 對 太欠人材了 這麼好 可以 我說不用了 妳透過這個節目 台語台就會找上妳了 大家要給我機會喔 你哪裡來的奇異 你也太說人話了吧 不是 要全程講台語 妳知道多難 真的超級難 很厲害 來 謝謝林奇 謝謝 接下來是柯芸汐 芸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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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名字真的是 從小到大大家都會唸 對 唸錯 各式各樣的 還會有人唸君雞 君雞 柯 君雞 沒有一次對了 來 台南女中 男女的 妳是國語演講 我是國語作文 寫過的作文哪些 妳隨便提一個 主題 上這次比賽的題目是 遇見更美好的未來 遇見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但是它的遇是 遇先的遇 遇先的遇 而不是遇到的遇 對 遇先看 遇見美好的未來 妳寫了什麼 我用了一點 投資的概念在下表題 因為我的文筆 其實不是我擅長的地方 然後所以我說 投資有風險 但是我們一定要先做 請詳細工讀 才能夠 有在有培 一定要先做功課 才能讓我們的未來更美好 來 歡迎妳 歡迎 都很優秀的 接下來宋品傑妳 品傑 台南女中全國語文競賽 哈嘎發 這就是母語 對啊 哈嘎發是母語嗎 說是母語嗎 煙 妳怎麼教妳 台南 爸爸是美濃 爸爸是美濃 美濃就是 蔡英文的故鄉 對 還有美濃直善 就是四縣的 對啊 半條 美濃半條 美濃的直善 還有什麼 某英雄 他剛剛說什麼 某英雄 他說對刺的他沒有印象 沒有印象 那妳怎麼用客語 比字音字型 它就是有點類似國語 但是它跟米南語更接近一點 就是比方說給妳漢字 然後妳就去寫拼音 或者是給妳拼音 然後妳寫漢字 那客家話現在小時候要 妳是家裡都在講客家話嗎 以前跟爺爺奶奶住的時候 會講客家話 妳講 阿公阿嬤太大 阿公阿嬤 對 阿公阿嬤太大的 太大 所以妳小時候也會看大集合 對不對 會 下面以為是大家的年輕的回憶 不是 那於阿公阿嬤一定會看 一定會看妳的 然後孫女禮拜天 又不敢跟阿公阿嬤搶那個遙控器 會不會扁 對 那妳今天回去跟阿公阿嬤講說 然後妳遇到那個瓜哥 他們一定會很高興 妳就是像客家 瓜哥是阿嬤的偶像 偶像 所以就才 不是阿公的 這樣我也 才符合柯同學 遇見未來 看到嗎 遇見未來 對 妳說什麼 來 宋婷婕 對 喜恩迪 妳好 大家好 新聞是崇光中學全國語文競賽 演說特優 演說主的 妳演說的題目是 我最喜歡的一首詩歌 對 來 唸兩句 很好 你看 你看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分流到海無復悔 君不見高堂明鏡被白髮 照如青寺暮成雪 好 好 她也是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類型的 從小就比賽 一定是從小嘛 小三對不對 對 從小 歡迎五位 介紹兩位專家 首先介紹美女新聞主播 賴佳瑩主播 你好 大家好 社會科母教名師陳啟鵬老師 大家好 進行第一回合 存款爭奪賽 請箱妳來講規則 好 這一回合呢 銀行金庫準備了六萬元的獎金 搶答之後輪流作答 答對個答案就是三千元 那六萬元要搶完為止 或是兩個題目 我們這一題是由賴佳瑩主播 舉券或插 Sandra請出題 演說不只是嘴巴在講 肢體動作也是表達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根據國外尖端演講公司的資料 在演講的時候 有哪十大常犯的肢體錯誤 請搶答 雲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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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同學 手腳沒有擺好亂交叉 手腳沒有擺好亂交叉 亂交叉 對 這樣會讓人感覺不專業 不專業 對或錯 恭喜答對了 來請加三千 請接 背對觀眾 因為你在跟觀眾講話的時候 有誰會背對觀眾演講 他是一個 基本的理由 對老師 就是你不能講一講然後轉過去 喔 有人會這樣嗎 可能會不自覺就轉過去 有時候看那個背板看太多 就直接轉過去了 喔你說在演講的時候說 拋破人在這邊有時候會變到這樣 對 恭喜答對了 有的 請加三千 請接送 那芊怡 我覺得是眼神都沒有跟觀眾有接觸 沒有接觸 對 亂飄 對 可是你底下都是暗的 所以你怎麼去接觸 就是還是要讓觀眾覺得說 感覺你在看他們 感覺你在看他們 而不是你可能看天花板 或是你只看你的手稿 等於說頭的那個方位 對 因為這題是肢體 如果有眼神的話 即使你看不到大家 你也要演一下 對 來對我走 恭喜答對了 來請加三千 好 陳同學 可能就是走來走去 就是沒有在定點演講 可能就是左擺右擺 或是往左走或往右走 這樣是不OK的 不是那個什麼 以前蘋果那個發表 不是一個嗎 對 都是走來走去嗎 就是你可以走 但是你的頻率可能不能那麼的 就是頻率不能那麼高 但是其實在我們真正的演說比賽 是要在定點 不能亂動的 恭喜答對了 來加三千 我們的語速不能太快 或是太慢 這樣 這樣說對不對 對 對 有嗎 恭喜答對了 語速也有 好 柯同學 動作不能一直重複 蛤 不能一直重複動作 對 就是一直 這樣 只會這樣子 對 這樣會讓人覺得很無趣 沒有心意 好 可是他們模仿那個蘇貞昌的時候 就是這樣 四公 就是這樣 對 他有換嗎 他有換不同邊 對 你說對不對 對 對 對我說 恭喜答對了 所以他以前是不對的 不會不對 我們不敢說 他都是不對 請加三千 好 就是表情管理可能 你不能一直不阿民看觀眾 你說像瓜哥這種不阿民 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 不阿民就是臭臉 不阿臉臭臉 你剛去說像 不是 不阿民 不是 他是說臭臉 我聽錯了 可是沒有人講 不阿民是臭臉 瓜哥這樣 臭臉 臭臉 恭喜答對了 來 請加三千 所以你們今天上節目都要開心 對 你們明明知道是這樣 對不對 你算到全國觀眾看 你的臉臭臭的不對 對不對 對 來 齊同學乾淨 我覺得 常犯之五就是有時候可能會 會一直有一些 小動作 對 就譬如說是可能會這樣子 會挖臂屎 或者是手會一直抓裙子 也太忘我了吧 對 小動作可能會讓人覺得 你很不專業 很可惜喔 答錯了 他沒有 是 因為這一份調查當中 有一些小動作 可能不在這一份調查的前十大當中 同時呢 因為有些演講者 他的有些小動作 其實是他的招牌動作 大家一看到的時候 反而會覺得非常的 有熟悉度 例如說 抓抓頭啊 柳兄 剛剛一些很常見的姿勢 所以有時候可能是一些個人特色 懂了 懂了 實大 鄭中學 就是我們演講的時候 可能會引經據點 那在引經據點的時候 我們可能手會有這個動作 或這個動作 或者是我們想要傳達給評審 我們的想法的時候 我們的手指頭不可以這樣張開 不能這樣子 要合併起來 這麼細喔 誰會這樣講啊 這樣很有喜感 但是在評審眼中 可能會覺得不太尊重 很可惜喔 也沒有 對 手要併太細了 是 同時也沒有在這十大的成績 也不在十大裡面 對 下面一位 你不能重複一些罪詞 譬如說 然後 像這個 那個 我們說到 然後 所以等我一下 你這種的不行 不夠流暢 不夠流暢 好像你在想下面 是怎麼說什麼 對 好 最後錯 很可惜也是答錯了 大家都特別注意到 我們這個題目是 肢體語言 可是 它算是我們的 口語表達 是 很可惜喔 肢體語言喔 來 柯同學 眼神要有自信 請問一下 自信的眼神表演一下給我看 你是早上要來演戲的喔 這是一字節目耶 不是 自信的眼神是這樣 好 來 自信眼神 好 那是挑逗的眼神吧 那沒有自信呢 這個有 好沒自信喔 對我錯 好 肢體要給 對 對 眼神是有範的 眼神沒有自信之外 除了剛剛瓜哥示範的話 還有一個特色會出現 他只看著某一個點 不是看著人 也不是看著鏡頭 他只看著地下 這其實也是顯現出 好像對自己的內容 沒有什麼自信 這樣觀眾就會對你內容的可信度 稍微降低一些 對 就是像映成學姐剛剛說到的就是 一直走來走去不好 但是 因為像演講 演講跟演說不太一樣 你在演講的時候 你要適度的去走 你不能像演說一樣定在原地 恭喜答對 OK 過猶不棄都不好 但是還是要活動一下 好 還有最後一個 還有一個 不能比中止 或者是一些不禮貌的行為 誰又演起來講說 接下來這一點非常重要 不會這樣吧 天 我覺得他是冷靈校將耶 他都尊嚴說一些奇怪的話 他講的 這什麼他都敢講 你看看 對我做 很可惜答錯了 而且十大 這應該算是一個基本的嘗試 雖然我非常認同 但很可惜沒有在前十大裡面 OK 最後一個 我覺得應該是態度 就是你 你要有一個從容去跟觀眾分享 對話的感覺 你不可以一直就是不耐煩 你講的這我看過是嗎 發言人 有記者會發言人 這是你看中國大陸的 這是你應該問的嗎 對 有沒有 他命會 下一個記者 記者不是 跟你學的 發言人常常會有這種不耐煩 來對我做 恭喜答對 有 品質還是很優秀 來請加三千 厲害 十個都搶完了三萬塊 主播有要補充嗎 好 一場好的演說 我們說除了扎實的內容之外 其實演講的技巧 肢體語言會很重要 所以構成一場好的演講 會有三大的要素 第一個就是你的內容 第二個是你的肢體語言 第三個很重要的就是語調 但是在這三大要素當中 佔比最高的就是肢體語言了 佔你55%左右的比例 語調的部分大概佔四成 其實呢這樣的最低的是 你的內容 這不代表說你內容 可以不夠扎實 內容還是要好 可是一個流暢的溝通 有效的溝通 對觀眾 對聽眾良好的溝通 肢體語言 語調 吸引人 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謝謝喔 三萬塊都領完了 接下來還有三萬塊 Battle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喔 拜託ATM 誰敢來battle 訂閱拜託ATM的YouTube頻道 等你來battl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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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